全民参与式的 它是一个参与型的经济 我也贡献我的一千块 一起来帮助我们国内内区市场 请终于宣告五倍券即将上路 不断强调发券比给现金 能更有效刺激经济 不过别忘了去年的三倍券之乱 恐怕再上演 我还是要现金不要这个什么券 这样的 就是用起来方便嘛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小吃也方便 我觉得掏钱买券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一千块可以换四 多换四千块出来不是很好吗 根据政院初步规划 将比照三倍券模式 拿一千元现金换许五倍券 而中低收落实的民众 约109万人直接发券 也传出将扩大纳入 符合纾困4.0的906万名民众 不用拿一千元换五倍券 不过行政院也强调 这只是初步计划还没定案 但是从民众到企业 都反对要先拿钱才能领券 一千换五千一千换三千 那都是一种 术语啦 实际上就是你直接发消费券 就要刺激就好了 事实上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发放现金 因为五千块事实上是不多啦 我们还是希望 效期规范的效期能够缩短 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达到 目前振兴的意念 商总向中央喊话 最好发现金 如果发五倍券 也要缩短使用期限 而根据商总的调查 茶饮业者期待振兴券 能带来商机外 也希望比较去年易放卷 针对产业加码优惠 观光旅游业也希望比较去年 里岛的安心辅助再加码 尤其是受疫情重创的双北地区 而高品伴手里业者 也已经磨刀祸祸 计划好加码优惠 民众跟企业的声音 就看行政院能不能停进去 欢迎新闻林凯文 张家宝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